大家好,Google Classroom非常棒 但是呢,老师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哦 最好呢,要使用相同网域 什么叫做相同网域呢? 我打个比方,我简单的说啦 这是学生的账号叫AA 它在哪里呢? 在新北市.1,这TW,对不对? 那VB 后面这一段如果一样就叫做相同网域 如果不一样可不可以? 可以 可不可以上课?可以 像这个是个人账号 但是有些事情不能做了 云端硬碟分享就会出问题 问卷在做测验的时候呢 你要再多一个手续 因为它不同网域预设Google的一些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 我们在Google Classroom可以搜作业 那里面也可以做测验 如果你不同网域 其实会碰到困扰就比较多 你听懂吗?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其实各县市交易局应该都有提供老师教学的Google账号 也会给学生 那以我们学校来讲 我把学生的账号都贴在他的电脑课本上了 那密码因为是出生年月日 所以就没有贴 那就方便了 所以我们没有个学生会忘记账号密码 再运作起来就会很顺 你别相信什么让孩子记住账号密码上课 到五年级的十分钟还没打完 整班 所有学校经验都是这样 我们把它贴在书本上 剩下大概有一些资源班需要帮忙 或一些比较恍神的 大部分学生都可以完成 很快就完成了 所以才会顺 就在跟大家讲 那Google Classroom在根贵报告下 要什么? 相同网域 不同网域可不可以使用 可以? 部分功能就受限了 好来 这第一本概念有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建课程 来我再回到这边来 再来一次 当我们进到Google的时候呢 回首页来 课程这里 看一下看一下哦 建立课程很简单 就在右上角点一个加 当你点加的时候呢 我可以什么 参加别的老师的课程 我也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课程 所以等一下我就建立新课程 等一下请老师要加入我的课程 来 我点建立课程哦 建立课程的时候 来来来来 又问你了 有没有看到 学生跟老师 要使用的话 你可以申请这个 免费的哦 这个 这个这个 他说最好你要申请 因为他侦测到 我刚刚有什么 个人版账号 有些功能出不来 他这边写的保守 这里 哦 现在不能用吗 我开看看 来 继续 可以啊 可以用 那等一下我用个人版账号 来来来来 那我这边是大概有什么 资讯课 那这边呢 我就先不用打哦 我点建立就好了 那资讯课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假设你是客人老师 我的资讯课 不是只有一班 五年一班 五年二班 五年三班 都有教的 麻烦你打个五零一 那我再跟你报告一下哦 这件事情呢 不要事后再改哦 因为当你打完那一瞬间 他会在你的云端硬碟 就以这个名字建立一个什么 这次课程的所有资料价 所以后面再改很不好 我会打资讯课 五零一 那资讯课 等一下做完一个班 老师 我我有十个班 那要做十次吗 不用 等一下可以复制 你听懂吗 所以我们把一个课程 做完以后 等一下可以复制 所以如果班级老师 就一个三年一班 就搞定了 如果是客人老师 我强烈建议你呢 应该后面加五零一 做完这个课 等一下可以复制成 五零二 五零三 五零四 五零五 五个班级 那如果要公布教材 要公布五个不是很累吗 不用 你在公布教材的时候 一次可以指定给五个班 你在出考卷 做测验 都一次可以指定给五个班 它设计整个流程 是非常smooth的 来 所以我这边建议这个 来按建立 那课程就建立起来了 不用准备伺服器 你只要可以Google帐号就好了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来我们就做完咯 那老师怎么回首页去呢 点左上角三条线 就回主选单 你看见吗 再点课程 又回到这主方面 我刚建立个五年一班的了 来 麻烦老师 请你进到Google Classroom 点选右上角 跟我一起来建立一个 第一个新的课程 我们就先来建立一个新的课程 来建立一个新的课程 来建立一个新的课程